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殊胜微妙,无上功德 所以者和阿弥陀佛三字中 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一切诸菩萨,生文 阿罗汉,一切诸经陀罗尼神咒 无量刑法,事故 彼佛名号即是为无上真实至己大成之法 即是为无上殊胜清净了一妙行 即是为无上最盛微妙陀罗尼 而说即曰 阿字十方三世佛,弥字一切诸菩萨 佗字八万诸圣教,三字之中是巨族 为什么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呢? 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益处呢? 学佛人应当明白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鸿名 乃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位法藏比丘时 经历无量一劫修行成佛的结果 此佛号凝聚无量无边福德 众生称念 可或无量功德 可灭无边罪业 阿弥陀佛经中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 直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往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吉德往生 弥陀佛极乐国土 这便是念佛的由来 简单概括地说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十大福报 一 常得一切天神隐形守护 天道中的一切天神 都尊重佛法 看到念佛人都欢喜赞叹 冥冥中加以保护 因此 念佛的人 不求消灾免难 自然消灾免难 不求家庭平安 家庭自然平安 这对念佛的人说 不过是现世获得的小利益 对天神来说 也是积累功德 双方均有利益 二 常得一切菩萨常随守护 菩萨的任务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时常分身无量 由化十方 普度有缘 念佛众生和诸佛菩萨有缘 众生在生死苦海中 一心称名 是向佛菩萨发出的呼救声 所以古德说 生死海中 念佛第一 称名求救是因 菩萨寻生救苦是缘 因缘和合 感应道交 自然旁凶化疾 离苦得乐 这就是果 古今以来 许多有缘众生 由于遭受厄运苦恼 而称名号 由于称念名号 而转为伟安 也由于获得念佛的利益 而生信发愿 求生净土 见佛文法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这是菩萨化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三 常得诸佛昼夜互念 阿弥陀佛常放光明 设受此人 常得诸佛互念 互 保护 念 惦念 阿弥陀经说 是诸善男子 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皆得不退转于阿入多罗三秒三菩提 念佛的人 受到一切诸佛的保护和惦念 由于诸佛保护和惦念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他们修行的心 能永不退转 直到与佛不依不易阿入多罗三秒三菩提 照这样说 就算这一世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但既已种下善根 就不会退转 一定有一天会往生净土 见佛文法 阿弥陀佛放光射寿 阿弥陀佛 又好无量光佛 佛的智慧之光 横遍十方 超越空间 佛的光明比太阳的光大千亿倍 太阳的光 一道墙便隔断了 佛的光明无所不照 任何东西也阻隔不了 阿弥陀 是无量光寿 是佛的法身 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 念佛的人 业障消除 身心清静 心头清静 即心是佛 也就是忘去真显的道理 四 念佛之人 光明竹照身 四十里之遥 远 一切恶鬼 皆不能害 一切舌龙毒药 息皆不受 人人本具的常住真心 像一面大圆镜 能照天照地 具有无量光明 但被多生尘够蒙蔽 晦暗无光 一句佛号 是消除妄念的净化剂 妄念消除 星光显露 身放光明 可达四十里之远 这是真实不虚的 偶艺大师文选记载 安徽同城县 有甲乙二人 外出经伤 后甲病死一乡 已将他安埋 并带回遗物 交给甲七 甲七已欺负年轻体健 何以突然死去 怀疑已谋财害命 已深感委屈 又无法证明 便去甲坟前痛哭 倾诉冤屈 忽然甲的声音赴耳说 您对我有恩情 我去冤枉您 我可以负在您的身上 回家去对妻解释清楚 于是已便折回 一路上甲和他对话 和生前一样 不过只闻其声 不见其行 一次 已偶然失脚 几乎跌倒 不自觉地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这一下 甲用惊恐的声音 在远处说 您怎么放光下我 已听到念佛会放光 又连念几声佛 这一来 甲的声音距他更远 说 您念佛时 胸部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没法靠拢您身边 请您回去告诉我妻 叫她到坟前来 我会向她解释清楚 以便照办 通过这件事 使以深感佛力不可思议 便去商出家 潜心修行 后来成为一位高僧 一切妖魔鬼怪 都怕光明 都怕佛明 普门品说 假设在三千大千国土中 到处均有夜叉罗沙 想来害人 听见他称念观世音 菩萨名号时 那些恶鬼 连看都不敢看他 更不可能加害了 一切恶龙毒蛇猛兽 也不会加害 若恶兽围绕 利牙爪可步 念笔观音力 急走无边方 迅速逃往远方 猿蛇急腹歇 气毒烟火燃 燃 念笔观音力 寻声闻声 自回去回避 治愈毒药 也有明确的开示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想用它害别人 念笔观音力 还助于本人 害人中害己 以上都是佛陀亲口宣讲 虽说的是称念观音菩萨名号 其实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五 水火冤贼 刀剑牢狱 横死往生 息皆不受 五着恶事的众生 种种恶难苦恼 层出不穷 这里列举水灾 火灾 冤队 强盗 枪炮 古代的刀剑 就是今天的枪炮 都是杀人的凶器 刀剑之灾 包括战祸在内 牢狱 以及遭受恨或冤屈而死 或网堕恶道等 其实 灾难远不止此 不过举这些作为代表罢了 贪 称 吃三毒是万恶的根本 是灾难的根源 念佛的人 念念清除三毒 消除烦恼 不求消灾免难 自然消灾免难 于无形 平时能一心称明念佛 到紧急关头 我们自信中的弥陀 自会救护弥陀心中的众生 而使逢凶化吉 如果平时不念佛 到灾难临头时 内心恐慌张黄 六神无主 很难想起念佛 还有 念佛的秘诀就是 制成恭敬 印光大师说 有一分恭敬 则消一分罪业 增一分福慧 有十分恭敬 则消十分罪业 增十分福慧 必须牢记 六 先所作业 惜皆消灭 所杀冤命 比蒙解脱 更无值对 我们无始劫来 所造恶业 无量无边 如果罪业有形状 体积的话 尽虚空都容纳不了 所以长劫受苦 不能出离 妙空师持明四十八法说 就一时之苦 不失为疾 就万劫之苦 念佛为要佛经说 至心念佛一生 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对于过去所杀害的冤命 我们应当至诚恳切地称念佛名 解冤消结 使他们能蒙佛慈悲加倍 往生善道 自然化仇为恩 转获为福 无形中消除寻仇报复的恶报 七 夜梦正直 或梦见阿弥陀佛圣庙色相 梦境视为心所现 欲念重的人多淫秽梦 称心重的人多恐怖梦 念佛的人身心清静 夜眠安稳 不会做噩梦 邪梦 还有上床后 莫持佛名或静听念佛此代 可以养心安神 既能对治失眠 又可消除噩梦 如在梦中 遇到恐怖镜像 或出现梦夜时 以称佛名 顿时化为乌有 老师念佛 绵密用功 妄想逐渐消除 星光逐渐显露 众生心静 则见佛 佛无时无处不现身 水清月自见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殊胜的庄严妙相 但是 且不可因此生欢喜心 执着心 这不但无意 反之受害 印光大师说 近来修行的 多有着魔的事情发生 这都是犹躁忘心 急于希望有感通 有圣境出现 应该知道 不要说显现的境界 是魔所现 即便是圣妙境界 只要生起一面 贪着欢喜之心 就会受到障碍和损害 八 心肠欢喜 颜色光泽 气力充盛 所作极力 娑婆众生 身为苦本 一生多在惊恐 怨愤 忧愁 痛苦中度过 只有念佛的人 内心清静 一心念佛 随缘消夜 不被静转 内心充满法喜 容貌充实光辉 疾病自然消除 健康长寿 不求自得 这只算是念佛的副产品 念佛的人 诸佛欢喜 隆天拥护 善缘增长 所做的事必然极力 谋法师说 台湾有为难居士 九十多岁 每天走三万步路 念三万生佛 身体健康 精神饱满 腰背挺直 他将来临命中时 必能毫无病苦 安详往生 九 常为一切世间人名 恭敬 喜欢 礼拜 念佛的人 内心清静 和气迎人 广结善缘 助人为乐 孔子说 敬人者人恒 常 敬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 尊敬别人的人 是种善因 人们常常尊敬 他是结善果 爱护别人的人 是种善因 人们常常爱护 他是结善果 种这样的因 结这样的果 受到人们的恭敬 欢喜 礼拜 这是必然的事 以上九条 都是念佛现生 就获得的大利益 那种认为 念佛是消极等死的 是灵中才得用的说法 不攻自破 十 灵命中时 心无不畏 正念现前 得见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持金莲花 皆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死亡是人生最悲痛的事 也是人人都逃不了的 在灵命中时 拥有无上权势的帝王 拥有一万资财的豪富 和一无所有的教化子 会完全一样 那时手中的权势和财富 丝毫都帮不了忙 只有念佛的人 这时才能无留恋 无恐怖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同时 必定蒙佛皆隐往生联邦 从此超凡入圣 直至成佛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中 第十九院是文明发心院 第二十院是临终皆隐院 愿闻是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蜜 兼顾不退 父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临寿终时 我与诸菩萨众 迎献其前 经须于请 请客之间 即生我杀 国土 做阿为悦志 不退转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不能实现此愿 我事不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 对念佛众生做的保证 如上十种利益 经文句载 乃佛经口之所宣也 既是现生 来世皆有利益 然则 使出世间要紧法门 无如念佛者也 但当精进 勿用怀疑 分享此视频 立人立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就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 吸解脱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 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